爆米花 逃离满天下交遍无数的爆米花 达人吴志妍,来教大家爆米花的技术 各位客户大家好,首先我们在做爆米花的时候 然后我们首先介绍工具 首先使用到的工具,第一个修正杯 这个是斟酌玉米,还有你的糖,牛奶胶糖的分量 然后再来冰产,是要将你的成品,然后置入你的玉米盒 然后再来,这个木的木齿,木齿是要使用你的油脂 成功基础的油脂,所以工具会有这三样 然后要准备一只棉洗块,待会在过程中会使用到 你们可以观察到左边,左边这里有一颗按钮 它这个是探照灯,还有下面木字型的电热管保温灯 就是保温灯和保温的系统 所以这有一颗,左边这个按钮 然后再来右边这个,你开启的话 它的搅拌和这个电热锅,它的热度 搅拌和电热锅的电源会同时开 所以有两颗按钮去做选择 然后你在右边这一颗按钮,搅拌预热,开下去的时候 它电热锅温度会上升到两百六至两百七之间 然后你开到它预热时间六分钟至七分钟 六分钟至七分钟 它上升到那个温度,它就会有温控控制住 它温度就不会再往上升了 然后两百六、两百七之间 就是我们爆米花,适当的爆米花默度时间 然后我们现在 预热时间差不多时间够了 然后我们现在实际操作给你们看 然后首先我们必须要用黄金书油 第一个黄金书油 第二个玉米 第二个是玉米 第三个是糖,脆酥胶塔 因为本公司瑞辉它跟煉乳厂合作 然后调制出来的牛奶胶塔 然后待会我就实际示范一次给你们看 首先黄金书油 我们取的量是一个拳头 取的量是一个拳头 如果你是在战区 例如一中东的话 你可能会必须要再多加15至20% 然后油先下 你油先下 当你油下的时候 当你油下的时候 记得你油下完 你一定要等到油全容 一定要等到油全容 所以不需要急的去 去装你的玉米 所以你油下的时候 下一步骤 你必须要再准备下一步的油量 准备下一步的油量 准备下一步的油量 做standby 然后 油下 油全容之后 再下玉米 油下全容再下玉米 传统我们在做的时候 油 玉米 糖是同一时间 然后这个问题就会发生 你玉米它可能会黏在油上 糖也会黏在油上 然后会造成它的甜度会不均匀 然后它 味爆蛋也会很多 味爆蛋也会很多 然后当油全容 你在用做观察的时候 油全容的时候 记得 玉米 玉米的分量 你用这个袖真杯 我们每一台机器都会附赠一台袖真杯 附赠一个袖真杯 你玉米的分量 是六至七 七分满左右 七至八分满 七至八分满 然后玉米跟糖 玉米跟糖 它是一比一 然后你糖 可多 不可少 可多不可少 糖 最多你可以加到十五至十percent 十至十percent的分量 油越多的话 会让你爆米花越酥 糖越多 会让你爆米花越脆 然后当你 油 你观察到全容的时候 记得你油下 你玉米下的时候 不要一次全下去 均匀让它受热 让它同一时间均匀受热 用灑的上它下去 你玉米均匀受热的时候 因为爆米花它渐进式爆开 你让你均匀受热的话 它才可以在同一时间 同时爆开 而不会 让它们有时间差 时间差的话 容易让你的爆米花 未爆蛋过多 我们牛奶焦糖 也是一样 牛奶焦糖 它跟玉米是一比一的 然后10至15秒之后 10至15秒之后 10至15秒之后 玉米下完 再放你的糖 然后当你放 糖放完之后 记得 就把盖子盖下 把盖子盖下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你都可以去盛装你的爆米花 装你的客户 然后 当你听到 爆开的声音 听到一声的时候 记得就把你的 门 把你的门关起来 因为这时候会避免被油喷到 好 我再重复一次 我们的顺序 第一个 第一个 油 油脂 你的黄金酥油 黄金酥油先下 第二个 玉米 第二个玉米 油一定要全容 再放玉米 然后玉米下完 15至20秒 放你的糖 放你的脆熟牛奶焦糖 然后 煮原料就是这三个 然后 刚刚我们介绍过 我们所有工具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 你要准备一条干净的湿抹布 或湿纸巾 湿抹布或湿纸巾 湿抹布或湿纸巾 这个 再等一下你下锅的时候 每一锅 每一锅 一结束 你记得 都去把里面的焦糖和油脂擦干净 把里面的焦糖和油脂擦干净 不然它会附着在下一锅 你爆米花 它的色泽就不好看了 差点 好